今天我想和大家介紹的 就是位於市中心Yanggap Dundas Eaton Center 1.6公里的Region Park Region Park 總共有69畝地 在2000年之前 沒有人相信這是一個理想居住的地方 三級政府相信 在2006年的時候 Daniels 亦都加盟了 成為了這個69畝地 重建的主人翁 在2010年 One Code 終於 誕生了 這個就是Region Park 第一棟 condos 從那時候開始我就留意了這個社區 我喜歡了這個社區 我自己還有 投資在這個社區 我開始告訴我不同的朋友 當時我要用很大的力 去說服他們 告訴他們這個社區 是真的很有potential的 在過去的10年 這裡每一年都有新的項目 我們有六畝公園 有最大型的swimming pool 亦都有cultural center 在2016年的今天 我們又有新的項目 就是一個 大的 足球場 以及我們的籃球場 在過去的10個月 很多人問我 究竟 Region Park 下一期有什麼推出 我就告訴他們 Wyatt 會在10月 推出 那究竟這些朋友 為什麼會由 不相信 到現在這麼想擁有 不如我們看看 這個完美社區 如何打造出來 Region Park 的 重建計劃 是由 Dundas 及Parliaments 的東北角 開始的 一直向東 伸延 過百萬的freehold townhome 在幾個月前 兩天內 就搶購一空 足以證明這個社區 確實是升值不少 而且是有價有市 進入了第三期的建築計劃 有冰棍球場 足球場 籃球場 2016的condo重頭戲 當然就是 Wyatt condos Wyatt 樓高27層 由開放式 到三睡房都有 售價是由23萬起 當然 還有Region Park 獨有的首期儲蓄計劃 即是說每個月 你只需要付1000元 直至 你付5%就可以了 Wyatt 即將會在2019年 落成 換句話來說 你之後有2-3年的時間 慢慢儲錢 轉過來看看 Dundas的北邊 將會是第4期第5期的計劃 可以看到Region Park 還有很多發展 和升值的空間 回來Region Park的中心點 就是綠某公園和游泳池 模型計劃 就好像很好看 不如出去看看實境 和這個模型 差多遠 我現在就出來了Dundas街 在我前面 有牙科中心 有顏色 這棟 就是Daniel Spectrum 很多文娛活動都會在此舉行 在我左邊 就是綠某公園和游泳池 還有鳥仔飛過 這些景色和空間 在市中心實在是難求的 現在讓我帶大家沿著Dundas 去Wyatt的地盤 在我們右手邊 白色這棟大廈 擁有45,000呎 Clubhouse的 One Park Place condos 它的樓下 就是Shopper's Drug Mart 非常方便 在One Park Place 和Daniel Spectrum的中間 這條街 就叫做 Region Park Boulevard 亦都是整個 活化計劃的中心點 在這條街的街尾 就是Nelson Mandela 小河 看到前面有兩個天秤 那就是Wyatt condo的地點 Wyatt condos 和One Park Place condo 只是一小街之隔 大家都是坐立於Dundas Street的 住近Dundas Street 最方便當然是可以搭到505街車 505街車 的次數是非常頻密的 每幾分鐘就有一班了 那究竟505街車是可以去哪裏的 首先會沿著Dundas 經過了Ryerson大學 再到Yanggap Dundas Ethan Center 再會到 Baygap Dundas University 醫院區 下一個站 就會到多倫多大學 接著就會到唐人街 直望 到最遠的 白色建築物 就是Benz的車行 Benz的對面就是Lexus 看來不排車行 都很喜歡Region Park 車行的旁邊 就是DVP的入口 交通真是非常方便 One Park Place的樓下 還有一間Wendy's 一落樓下就可以依套了 現在我們差不多去到Wyatt的地盤 在我們的地盤 的南邊 是有一排Townhouse 一排Townhouse 都是只租不賣的 Wyatt 就會坐落於Townhouse的前面這塊空地 現在 我帶大家到對面看清楚Wyatt的地盤 我們首先要走過Dundas 看到前面這條世界 就叫做 Sumat Street 大家可以看到地盤已經準備就緒了 隨時可以開工 由Daniels興建的Region Park 每一棟大廈交流都非常準時 加因他們一個項目接一個項目 是不容許太大延誤的 讓我帶大家到Townhouse後面 看看運動場地 在我們前面的 就是冬天大受歡迎的冰棍球場 跟著又有又大又漂亮的足球場 在足球場的後面 就有我們的籃球場 換言之 Wyatt向籃的單位 都會有運動場的景觀 不如轉過來看看region park的另一邊 原來和金融中心 真的很近 一個全新的社區中心 在今年2016年的2月 是剛剛開幕 不如我帶大家進去參觀一下 在我們左邊 有冰冰球桌和攀石場 而前面就是Reception 在右邊 我們有個籃球場 也可以打羽毛球 而籃球場的上面 絕不簡單 有一個跑步境 在冬天的時候 就可以繞著籃球場來跑步 跑步境的旁邊 其實就是我們一個gym 做fitness 踏出社區中心 踏出社區中心 看著今時今日的region park 再回想起region park的原貌 其實我自己是感受之心的 十多年之前的region park 絕對可以用地底例來形容 看著它一一被拆射 然後再重建 當時 大部分人都對整個計劃充滿了質疑 今天 我想大家都會認同 開發商 Daniels 創造了一個神話 而我認為Daniels 是一個 非常可靠充滿良心 和高質素的發展商 作為Daniels的代理 我真是安心又放心 多謝曾經對我 或者Daniels 或者region park 投信任一票的朋友 region park的第三期的工程 正進行得如火如荼 接下來 還有第四期 第五期的工程 才叫正式完成 現在對region park 投信任一票 都未算太遲 立刻行動 想要一條龍的服務 懂得選 一定是選王者之業